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山问训 大众请起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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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系法師出家之前是殺生殺雞的 有一次 60多歲的時候 他突然看到雞的景象出現在他的眼前 要向他討債 別人是看不到的 就只有他看得到 畢竟是他以前所種下的業障 結果 這個時候 沒有想到 佛菩薩就出現 就告訴那子雞說 這位法師是要念佛到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 怎麼可以還你的命在呢? 那說完 包括那隻雞全部都消失不見了 所以 各位 雖然說 我們念佛人是有業障 但是 因為有阿彌陀佛的大威神在 那我們就不用擔心了 當然 這樣不是說 我們就這樣子隨隨便造業 就不要緊 我們盡量不要傷害到眾生 是好的 畢竟眾生都是阿彌陀佛要救度的對象 但是 在這個世間 尤其我們這個娑婆世界 尤其是現代 真的是很難做到 實權實美的 尤其 你看家裡有蟑螂 螞蟻 蚊子 百螞蟻 你又怎麼能夠保證完全不傷害呢? 連這個國家政府就一直噴藥殺蚊子的 因為不這樣 我們住的環境會有很多的蚊子 可能會帶來很多的登革熱 就是蚊子帶來的病狀 所以政府就是一直要殺蚊子 那這個是為誰殺呢? 就是為我們這些人民殺的 那有些家庭主婦還是要為家人殺生煮飯的 還有 我們過去無量節都不知道殺了多少的業啊 所以印光大師就說過 人一生中所造罪業 不知多少 別的罪有無且誤論 從小吃肉殺生之罪 實在多得不得了 從無量節來 不知造了多少罪業 數月若現 山途惡道 定歸難逃 想再做人 千難萬難 事故說求生西方 比求來生做人尚容易 以藏佛利加備固 數師而也 容易消 眾未能消盡 以佛利固 不治常暴 印光大師說 我們今天不要講了其他的罪業 單單我們從小吃肉的罪就已經多到不得了了 你想想看 我們在沒有吃素之前 你吃了多少的肉 這個還是這一世的 還有過去無量節的我們都還不知道 那如果說要靠我們自己修 我們怎麼還得了呢? 你十幾次都不過還的 所以講 要自己完全的清淨 要靠自己完全沒有業障 根本是不可能的 因為業障太多太多了 所以 印光大師就說 既然我們靠自己做不到完全的清淨 要去掉所有的業障 那我們就念佛 靠阿彌陀佛的加持 一樣大師說的 有阿彌陀佛的加持 這些業障 就能夠消 就算消不掉也好 那因為有阿彌陀佛的佛利加持 那也就不用還了 為什麼不用還了呢? 因為阿彌陀佛就已經給我們還了 那講的百話的話 阿彌陀佛就已經給我們承擔了 《無量壽經》講的 賀富群生 為之重擔 阿彌陀佛就是給我們擔了 好像各位 你們當父母的 給自己的孩子承擔一樣 各位 我們看 這個孩子的衣食住行 醫療費 教育費 生活費 都是父母為孩子承擔的 是不是? 你不要講 這個父母 有時候國家也是這樣 如果說 今天我們在外國 遇到緊急危險 那在外國的這些大使館 馬上就要派人來保護我們了 這是國家對自己人民的一種服務 那各位 我們念佛人 現在就是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人了 我們的身份證 我們的護照 可以說 現在是蓋上極樂世界 極樂國的 那我們的國王 講得更輕一點 我們的爸爸就是阿彌陀佛啊 那我們今天 在娑婆世界有業障 可能被冤親債主綁架 那怎麼可能 身為爸爸的阿彌陀佛不救我們呢? 阿彌陀佛看到以後 肯定在這個極樂世界 跟觀音世智 一切廉詩還揮的大菩薩說 要不惜一切代價 要把我們救回來的 就像剛才那位法喜法師就是這樣 他過去曾經殺生 最後一張線前 被過去傷害的眾生要討債 結果 佛菩薩就出現幫他擋掉了 所以 阿彌陀佛他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 就體現在這裡 要不然 你整天講慈悲 但是你救的都是那些修行人 那些大菩薩 這樣怎麼能夠說是慈悲呢? 各位 如果說 現在我們講這個救濟 但是你救的都是有錢人 你一個窮人都沒有救到 那請問你這個救濟有什麼用呢? 是不是? 所以肯定 阿彌陀佛能夠救到 我們這些凡夫苦難眾生 才是真正慈悲的表現 那麼 阿彌陀佛 那麼 他屈多不如 那麼 那麽阿彌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今已如海纳百川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